新北卫生局动员到市民农园 进行第二次的喷洒 因为登革热疫情延烧到公共区域 这表示传染力可以依传十 而这次新北的状况 属于第二型登革热 在2002年 2005年的时候 中南部也大爆发 最严重的时候病例数超过4万人 可想而知这一次防疫 新北市要全力防堵 前进菜园喷销情节 登革热疫情从家户扩及到公共区域 最新的第13例和第9例一样 都来过市民农园状态 因此即便现在是风源状态 还是进行第二次消毒 过去这10天 因为下雨的关系 又累积了很多的积水 那我们知道积水就是 对于这个蚊虫滋生的 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再一次的清理 跟彻底的除蚊的工作 这些不受影响 这些一般的昆虫不受影响 就怕多一次喷洒 对环境造成二次伤害 专家强调这次采双轨消毒 在蚊子出没时间 早上8点到10点 使用空间喷洒 烟雾会往上飘 不会污染到作物 接着针对煤人 煤菜阴暗潮湿不通风的地方 残效喷洒 平时他们做自身眼睛主 是针对幼虫 让它不要有下一波的疫情产生 但是现在这里 已经是有带毒的沉稳 所以我们必须用紧急的防止 事发在空旷地 因此提高戒备 将消毒区域扩大到400公尺 菜园与周边环境共计9公顷 会在两天消毒完毕 天气持续晴朗的话 喷嚣效果可维持一个星期 大爱新闻林一婷 柯幸志台北报道 做任何运动都要小心 已经不要超过体能负荷了 日前一名上班族 因为业绩没有达到标准 被上司要求 做了60下的深蹲 没想到三天后 没办法走路 就医才发现是横纹肌溶解 差点造成急性肾衰竭 健身房里教练盯着学员 深蹲标准动作 为了苗条体态 不少人更会自己在家里练习 但日前却有一名年轻业务员 因为业绩未达标 被上司处罚 做了60下深蹲 没想到三天后 大腿痛到没办法走路 就医才发现是横纹肌溶解 肌肉酵素飙升到49000多 是正常情况的247倍 差点造成急性肾衰竭 运动超过体能负荷的时候 肌肉的能量不够 血流量不够 就会造成横纹肌溶解 肌肉细胞会坏死 肌肉里面的内容物都会释放出来 所以肌肉酵素会增高 肌球蛋白会增高 肌球蛋白经过肾脏的时候 会造成急性肾衰竭 医师表示过度运动后 很多肌球蛋白流入血液 可能阻塞肾小管 造成肾衰竭 需要洗肾 最严重可能致命 而该名患者BNI值 为30 身材较肥胖 大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 造成运动型横纹肌溶解 一开始的时候 是觉得肌肉痛 但是在隔几个小时 半天以后 小便颜色就会开始改变 而且疼痛的状况会加剧 提醒民众适度运动 不要超过体能负荷 如果平常没在运动 还有突然大量运动 或是运动后 没有补充水分 都是高危险群 要特别小心注意 戴熊华经理检员及台北报道 而这一定要及早发现 越早治疗对孩子越好 那就是ADHD 注意力不集中 过动症 如果你的小孩超过6个月了 注意力专心度都不足 又有过动爱闹脾气 这些情况 就建议您要去做检查 而现在一届推动 共同行动模式 医院 学校和家庭三方交流 获得更多支持的力量 开始接受治疗之后 他就说他要去做什么事 他甚至开始写文章 写长篇小说 叹齐自己的女儿 罹患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陈小姐从原先抗拒 不愿面对 空窗6年的时间 才让女儿开始接受治疗 ADHD在台湾的盛行率相当低 大约是9% 真正愿意接受治疗的人 少之又少 只有1% 统计上还发现 有超过7成的患者 有学习障碍 焦虑以及忧郁的共病 却因为症状不明显 常被家长忽略 以为孩子只是在闹脾气 他们在停下来思考一下 判断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这件事情其实的冲动性 不是我们能理解的 如果你的小孩超过6个月 注意力 专心度 冲动性 还有过动的部分 这些人类最重要的竞争力的元素 你都缺乏 因为你大脑慢 慢了3年 你必须要协助来帮他 不然他会一直慢 ADHD主要是大脑皮质发展时患 现在透过药物治疗 可以稳定控制 还有医师推出共同行动模式 借由医院 学校和家庭三方的力量 家长可以透过社群媒体 来交流照护知识 你会发现他们的教授知识 因为久战成专家那种更多 那我觉得我们能够提供最大的资源 其实就是在一个被理解 被接纳的部分 他们是照顾者 他们是求助者 可是在这个逻辑里面 他们也是治疗者 既然老师家长要变成治疗者 一定要有一个专业团队 来训练他们 随着不同的阶段 去改变这些事情 医师表示 共同行动教户 打破过往的疫病关系 当父母和老师共同合作 也让孩子能发展出自己的亮点 大约新闻旅士宣检业集 台北报道 打疫苗可以少付一点钱了 家中有一岁以上 或者75岁以上的长者 要接种公费疫苗 可以再多等几天 疾管署宣布 9月1号开始 将取消额外的诊查费用 以一般幼儿的接种剂次来看的话 预估可以替家长 每个孩子省下了千元左右 小朋友一挨针 马上痛得娃娃大哭 每到了打疫苗时刻 家长都好揪心 不只是舍不得孩子掉泪 更因为每打一次疫苗 荷包也跟着缩水 免费的话大概都是250左右 自费的话大概是 1200到2200不等 像林小姐这样 家中有双保的家庭 负担更沉重 机关署宣布 未来国小以下血统 公费疫苗接种将全面减免 那原本是只有在一岁以下的 大概七个整次 总共十剂的疫苗来提供 那自9月1号开始 就会全面扩大到 所有的公费疫苗 包含一剂水痘 三剂B型肝炎 及四剂五合一疫苗等 一岁以上到国小以前的孩童 公费疫苗总共要施打20剂 以往医师必须自行 吸收行政作业成本 未来每季将补助100元 预估每年会多支出2.7亿费用 一部分的院所本来有收 大约大概50到300块不等的 一个疫苗接种的 这个诊查费的部分 那就从9月1号开始 就不会再向民众收取 那另外75岁以上长者 我们也是比照办理 未来医疗院所都不能再向民众 收取诊查处置费 预估家长没人可以省下千元左右 不过还是会着收基本 挂号及医材费用 民众要特别注意 大家新闻周城 叶玉玲台北报导 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 正在面临棘手的经济危机 乌漏偏逢林叶宇又遭逢了 7.3强政袭击 所幸到目前为止 没有传出重大灾情 超市架上物品散落一地 民众惊声尖叫 仓狂跑出出口 台湾时间周三 清晨5点31分 委内瑞拉发生规模7.3的强震 深度123.2公里 属于中层地震 虽然这起地震暂时没有传出灾情 但对长期经济不稳的委内瑞拉来说 真是雪上加霜 长长的队伍聚集在ATM前面 提领出来的已经是新的货币 总统马杜洛宣布推出新主权货币 最低工资调升至少百分之三千 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变得很不值钱 一公斤的米和玉米粉 也要花250万玻利瓦尔 物价持续飞涨 国际货币基金预估到年底 通膨率会飙升到百分之一百万 反对派不赞成财经改革计划 民众和专家也都不看好这场改革 大爱新闻杨情编译 正不停太平洋西南部的岛国 万纳度也发生一起强震 规模6.5 台湾时间今天上午6点半左右 万纳度发生规模6.5强震 深度只有13.4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 目前所幸也没有传出重大灾情 而编号第19号中度台风苏利 正在东海海域 暴风圈影响了日本的九州南部 和燕美群岛 狂风大浪苏利台风暴风圈横扫 燕美群岛就位在冲绳群岛北方 主要岛屿是燕美大岛 而苏利每小时216公里的强风威力 岛上大约3000户人家断电 而接下来苏利正朝着朝鲜半岛方向前进 看看印尼聚港亚运年纪最大的选手 就是他来自菲律宾 高龄85岁的杨孔德 或许你也好奇 他是参加什么项目的比赛 2018年亚运在印尼登场 选手们在场上挥洒汗水争夺冠军 但最不能错过的是他 今年最年长的参赛者 85岁的桥牌选手杨孔德 85岁还不够老妈 来看到纽约这位阿公高龄95岁 20年前阿公过了古西之年才开始学滑冰 不过一开始阿公的身份可吓坏了教练 在开始我非常害怕 因为是国家的判施 而在俄网上我们不喜欢判施 不像我一样 他变成了我的朋友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人 卸下刘冰庄回到办公室 阿公不吝利和大家分享长寿的生活哲学 不让外带年纪束缚在活力 在人生这条路上会自我价值奋购 永远不行晚 小雷副眼镜多不方便 在美国洛杉矶妇女中心收容的女性街友们 她们有的眼镜掉了 或者是眼镜损害无处维修 有的因此还常常跌倒 而这次刺激大爱眼科医疗巡回车 就开进了这里 为妇女朋友免费配眼镜 艳光佩静在大爱眼科医疗车上 一气呵成 我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服务 它是便宜的 你很批划 你很具体的证明 在描述所有的东西 而且非常非常帮助 在告诉我我眼睛和眼睛 然后如何好好照顾他们 这是一个大利益的利益 是可以看得到无缺 是可以学习 是可以在手机上 去读 居无定所的妇女 来到洛杉矶妇妇女中心 可以休息 惯喜 甚至有慈善团体来关怀 8年我无法无法 我没有眼镜 这就让我没有眼镜 我身体上失败了 我失败了 因为我不能看 但当我来到你的计划 在15月15日 我能够拿着眼镜 这就帮助我 让我看我哪里走 也帮助我读 写 他们很多都没有家 然后有时候常常眼镜被丢掉了 然后被偷走了 那我们来有时候 就可以帮忙重新做眼镜 因为配了眼镜 有人开始学习 有人找到工作 生活前景也更加明朗 大爱新闻之上 美之工王小慧 叶敬红 黄家慧 美国报道 守护健康也在印尼 此次议诊团队 拉拔到万丹省的穷乡僻 举办议诊活动 看见贫病相依的困境 有一家之主 9年前工作 摔伤了腿 到现在只能够待在家中 现场人生顶费 实际印尼分会 来到距离雅加达 大约两小时车程的万丹省 博佐内格罗地区的贫穷村庄 举办议诊 49岁的薩书 身兼人力车夫 和清真寺的清洁工人 两份工 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常常头痛脚痛 一整后不断感谢职工 苏利亚地的先生 9年前工作腿摔伤后 到现在走路依然有困难 只能辞工在家帮忙 杂货店的生意 这次疫诊 一共帮助了普通科 219名病患 与46名牙科患者 同时还与当地企业 一起进行卫教宣导 希望大家今后 好好照顾自己 也守护家人健康 大海新闻展德拉 拉迪斯 印尼报道 而吃尽健康 还能够成就教育 马来西亚慈济雪龙分会 发起一项慈善意脉 由志工们亲手制作 目标2万个月饼 要为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 筹募建设基金 这么有勇气 喊出2万个 原来有重量级帮手 大家知道我们要做多少吗 2万 2万 中秋节到来前 慈济雪龙分会 平常忙碌于 香肌厨房的志工 正忙着制作月饼 为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 筹募建校基金 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邀请业界主厨 以禁私资粮 研发健康月饼食谱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把那个所谓的那个我们讲的五股粉 还有蚂蚁之类的东西 他们除了奶喝之外 他们都不晓得怎么样把它用在其他的那一个方面 我们做的人欢喜 也要吃的人很安心 那我觉得就应该放我们的禁私的资料 把关 这些月饼做出来美丽都是美美的 都是能够所呈现出去都是大家都爱心 每日参与志工人数大约40人 预计将耗时三周 完成两万个月饼 通过义卖为教育献爱心 好吃又能守护健康 一举处得 大爱新闻 罗国聪 马来西亚报道 而在这里全院动起来 尤其要为病患祝福 农历七月吉祥月 这场祈福会 在台东关山慈祭医院 医院大厅内 大家赶忙布置 志工也准备鲜花素果 迎接即将要到来的祈福会 農地七月人人想着要普度 不过透过祈福会 参加的民众也学习到 即使不杀生 不少纸钱 也能传递虔诚心意 为了我们祭祀 大家身体健康 大家的幸福 很感谢主席 有办法度 让我们知道 这个励所要怎么做 很感谢 要亲近在源头 珍惜大地给我们的资源 关山慈祭医院 今年也以亲近在源头为主题 特别带来小短剧 宣导环保回收的守则 在环保上工作的师兄姐 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 那如果产生了细菌 发生了感染的话 对这些老人家的身体 就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希望所有的会众 能够把可以回收的东西 洗干净了 再拿来回收 吉祥月也是孝庆月 冠山慈月也期望 为病人祈祷 祝福他们尽早脱离病痛 与家人再共创幸福人生 台湾新闻 这下我们志工 李金昭涂花光 台东报道 而环保在这里好欢乐 台北慈祭大同联络处 举办乐林学堂 志工用回收袜子装小石子 做成了沙包玩游戏 看到长者们动脑也动手 这卧在掌心的沙包 迅速让长辈从晚年 回到童年时光 慈祭志工日前就用回收袜子 包进两三百公克的小石子 做成上百个环保沙包 现场带影法族首脑并用 我今年八十年 甘乡都来这里 感觉他运动 还运动活动很好 比较老人痴呆 七月是吉祥月感恩月 表达我们做侄女 对父母亲的感恩感谢 此季乐林学堂 长辈一起往日唱过的歌 难忘的美好 这些慈祭志工 他们用的心思在老人家身上 然后让他们好像烦恼烦童 阿嬷在这边很多人很高兴吧 下一次我们还要来带阿嬷 这里不只是乐林学堂 也是元气补给阵 欢喜心一并打抱回家 待新闻 珍善美志工黄荣辉 台北报道 跨海来台 11岁缅甸少女小乐 罹患了罕见疾病 脸部外观不对称 视力不好 听力也差 台湾企业爱心援助 小乐来台接受手术治疗 而怀抱最大期盼的是小乐的母亲 眼睛长囊肿影响视力 幼儿肌形听力不好 脸部外观也不对称 11岁的女童小乐 一出生就罹患罕见的 掩耳脊椎 发育异常 争后群 缅甸当地没有这样的医疗技术 妈妈陪伴小乐跨海来台治疗 医疗费用高达数百万元 台湾企业爱心捐助 我们小孩子健健康康就感觉是最大的一个幸福 所以看到他我想大家的感觉是 大家都心里都很不舍 所以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协助他 医师说这样的罕见疾病 可能跟环境还有基因有关 生下的时候就有眼睛耳朵脊椎的畸形 另外可能还有脑部的畸形 还有胸腔肾脏肝脏 很多地方都会有畸形 幸好小乐病况不算最严重 首要先进行眼睛手术 目前拟定的医疗计划 预计八个月分三阶段进行手术 完成异常组织切除 外耳和右脸重建 帮助小乐恢复健康 大爱新闻黄子林杨俊廷 台中报道 而在这里是温暖的牵他的手 屏东大学特教系50名学生 为身心障碍孩子举办营队 而且孩子们没有出门过一过 因此对大学生来说 这也是爱心的考验 三天两夜一对一的陪伴关怀 还有七位大四的学长姐 特别带着学士服和孩子来拍照 因为他们从身心障碍的孩子身上 体悟学习了更多 航空教育展示馆对不对 开心哦 喜欢哦 好 我知道你喜欢 一对一 手牵的手 一群来自屏东大学特教系学生 带着从没外出过夜的 身心障碍孩子参加营队 他们长得很像什么 很像什么昆虫啊 蜜蜂蜓蜓 大学生牵着小朋友 像是专属保姆 三天两夜行程 也培养出好感情 好 我们向前走了 不会怕 不会怕 没事 姐姐保护你 林佩琪是大三学生 还是澳门乔生 暑假特别飞回台湾 陪孩子度过 我们互相帮助吧 就是我可以学到她的东西 她也可以学到我们的东西 姐姐抱着我 不会怕了 这群学生 每年都会陪特教生过寒暑假 这回即将毕业的学长姐 还带来学士福 做一些传承 就是我们也希望学弟妹 可以继续把我们这些精神传承下去 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办了很多年了 一对一的一个带领照顾 那他们父母就会比较放心 让孩子能够走出家庭 然后去跟学习一个团体生活 暖暖的爱 让浪飞天使慢慢茁壮 这份情味料 还要继续延续下去 大家请进行王朝中高雄报道 天气方面提醒您 如果这几天有计划要去韩国 要注意中台苏利 它正朝朝鲜半岛而去 另外在俄伦比西方 约210公里的海面上 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影响着台湾的天气 气象局针对了中南部地区 发布大雨特报 午后其他山区也会有 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预计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未来强度有略为增强的趋势 来关心下午的天气预测 我们下期再见 美国德州一座动物保护区 诞生了一只罕见的白狮子 现在大概三个月大 可爱模样公开亮相顺之后 一块来看看它 也感恩您收看这一节 大爱骨折新闻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